哎呀 这个会计我等了一个月 终于回来了 既然它是最后一个到的 那我必须最先给它拆了 哦呀 这里有这么多人软弹 看来又是一把劲爆的软弹枪啊 还有一个靶子 这里还有两把小的 也是软弹枪 哎 可以让我小侄子玩了 然后就是 今天的主角了 瞧 有这么大 软弹枪中的加特林啊 瞧这软弹 哎好像还不太一样 这种蓝色的呢 前面带有吸盘 蓝色部分是海绵材质 特别有弹性 软软的 前面是一个吸盘 可以直接粘到光滑的平面上 然后我们看这种黑色的 黑色部分也是海绵材质 软软的 红色的部分是橡胶材质 打在人身上也不会疼 非常有弹性 接触面积比较大 然后就是这两把小手枪了 我们先放一边 我们先看这把 大家伙 整个屏幕都快放不下了 红黑配色 看起来虎气了很多 和我们上次玩的软弹枪 哎 造型不一样 感觉很有科技感 像一把外星武器 挺酷的 这里还有个大转盘 装40发 没有问题 这里还有两个卡扣 我们赶紧把子弹装好 来一场设计赛吧 搞定 怎么样 酷不酷 打了一下 还挺不错的 就是有点重 这手动的就是费力气 不如电动来的爽 电动的只需要扣动扳机 就可以了 这手动的还得拉酸 哇塞 大喘气啊 看来不适合比较小的朋友玩 拎不动 也可能是上午我没吃饭的原因吧 你看我们脉围的子弹 都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内圈的子弹还没有动 在这里有一个切换按键 我们必须把它切换下来 这样 就可以打内圈的子弹了 它和电动的相比 优势也非常的明显 就是比较省电 在没有电动情况下 依然可以愉快的玩耍 刚才这么仔细瞧了一下呢 我好像又发现了一个小机关 这里有个按键 可以切换单发连发 这个连发有点问题啊 我虽然已经把它按到最底下了 结果在上方的时候 它直接又跳回到了中间位置 导致我只能使用单发模式 这个按钮没卡紧 如果使用正常的话 用扣动扳机直接上堂 就可以进行连发 可惜这一把有点小问题 这里还有两个小配件 这个配件是直接安装到 转盘这里的 不过为了方便 我就直接把它取掉了 因为这样装卸转盘比较容易 然后我们看 这里还有两把小手枪 特别的小 把子弹装上去 爽堂 射得还挺远的 感觉比这个大家伙射得要远 可能是只装一发子弹的缘故吧 厉害厉害厉害 不错不错不错 挺好玩的 这里还有一把 也是同样的 等我小侄侄回来 就可以跟它玩对战了 我拿这个 他拿这个 我感觉他肯定想问我要这个 不过这个他抱不动 手动拉伞 不适合他